今天我们看到了史上最大的一间行动 也看到了台南军间 台南军间是在台南市的六甲区的山上 附近很荒凉 几乎没什么住户 只有公墓和铃骨塔 那么只要有民众经过 都会对它的造型很好奇 因为从高处俯瞰下去 台南军间是一个大大的X型 而中间有一个六角形指挥所 但是在里面扶过兵役的人却说 整个军间暗藏八卦形状 那是因为营区里面曾有秘密的室内枪决刑场 八卦跟大X型就是为了震煞 但真的是如此吗 继续是我们的独家追踪 从高空俯瞰 鲜艳的蓝色长条形屋顶 在一片山坡地中非常显眼 这是台南军间的空拍全景 蓝色屋顶呈现一个大大的X型 特殊造型让路过民众议论纷纷 它起这个形状感觉很奇怪 我以前很像八卦形的你看 八卦形 你看很像八卦形 你说中的嘛 对啊 可能银 这个大X型传说有特殊作用 四周几乎没有居民 只有公墓跟铃骨塔 居民会声会影 说台南军间这个大X型 还暗藏八卦图 在里面扶过兵役的陈先生说 一入军营 学长就有交代 处处都有禁忌 以前有刑场 我只有以前 15年前 因为里面比较硬 但是外围看起来像八卦会增压住 禁忌有里面借具尽量不要玩 铃尿尽量不要 因为脚铃之前有 实行犯也有用过 穿军服 戴军帽 手铐脚铃等借具也不能动 熟悉内情的人说 这里不只有监狱 还曾有刑场 而且是室内秘密枪决室 神秘传说非常多 不过铃骨塔管理员说 原本屋顶不是蓝色 今年才刷新油漆 工程还没验收 军方就出大事 你看看 我们拆这个铃铃 这次发生这个事情 神秘传说惊悚吓人 大X型真的是八卦图形吗 其实2005年 裁册的国防部新店监狱 也是同样造型 他们解释只是管理方便 因为放射状的 他只要在中心点 做一个管理室 管理指挥中心在正中间 要是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意外状况 才可以迅速处理 不过军间里曾有刑场 外面还有纳谷塔 远离闹区的荒山野岭 这么一个大X型的八卦图形 难怪神秘故事到处流传 追求六一清高梦州SNG小组台湾报道